大家好,我是詹慶玲 在故事介入所让我们介一本好书 探索自己阅读世界 对于梦球迷来说 野貌英雄 这个名字绝对有着画时代的意义 尤其是亚洲选手这二十几年来 在美国职棒大联盟大放异彩 可以说都跟野貌英雄脱不了关系 因此作者在秩序当中就先说明了 此时此刻他为什么想为野貌英雄作战 确实放眼当今效力大联盟的日本选手 大家会先想到的应该是当红炸子鸡 大虎祥平 或者表现杰出又长相帅气的打笔修友 但作者认为 如果没有野貌英雄在二十八年前突破锁国 抱着被日本球界永久放逐的觉悟 跨海道大联盟追梦的话 恐怕就不会有后来在大联盟登上顶峰的 林沐伊朗和大虎祥平 对于我这个时代的球迷来说 完全认同作者的看法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 美国球界看日本职棒是连三A都不如的四级联盟 连林沐伊朗都说过 过去美国职棒大联盟和日本职棒简直就像是大人跟小孩的差别 大联盟甚至连世界拳内打王王真志都不见得放在眼里 还会出言封刺 他们是穿和服打球吗 然而野貌英雄在大联盟的成功 不但打破了这种偏见 也改变了日本球员的野球观 在先驱者野貌英雄之后 优秀的日职球员前扑后继跨海挑战大联盟 也有越来越多日本学生棒球选手 以大联盟为目标 不再只看向日本职棒 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就是当红的二刀流 大谷祥平 这也就是为什么作者说他飞起野貌英雄不可 虽然野貌已经退役多年 但他依旧在日本享有高人气 套具黑田薄树的话 如果没有野貌英雄 我们谁都不可能来到美国 一语道出 野貌在日本放弹的历史定位 我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球迷 跟着西武军团 东方特快车郭太元 看到禁铁的野貌英雄 然后一路跟着野貌到洛杉矶盗骑队 看着他独一无二的龙卷风投球姿势 所向披靡 也一路跟随他从大联盟全胜时期的三政王 国联新人王到低潮游走各队的野球浪人旗 我相信前后时期的球迷都会跟我一样独来格外有感 而如果是没有能够亲眼见证那个辉煌时代的年轻一辈 也能借由这本书隔空参与那个带领棒球走向全球化的起点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2023年轰动武林的第五届世界棒球经典赛 大古祥平身上的16号球衣 正是为了向偶像野貌英雄致敬 这本书除了细数野貌英雄的棒球生涯 说故事功夫一流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他设定的主题 梦想 当年野貌英雄孤注一职到大联盟主梦 其实颇有争议 尤其是在日本国内被舆论批评为自私 叛国还有许多人看虽他的四块球过多 恐怕无法在大联盟立足 然而当野貌英雄在大联盟初登板 现场却涌入了300名日本记者前来采访盛况空前 原本痛批他是叛徒拜金兰的日本记者们 这个时候却反而成为他最忠实的拉拉队 作者还原的场景如今独来 仿佛又回到那个历史现场 当野貌英雄投出三阵化解满壘危机那一刻 他真正成为日本人眼中的英雄了 当初那个原本看似荒诞的梦想 因为勇气和决心变得不再遥不可及 野貌英雄小时候的愿望要在贾紫园登场加入板神虎队超越王真志 后来虽然没有一样实现 但是他却成就了一个更不可思议的目标 成为为日本人带来梦想的棒球选手 并且他的精神力和逆境力直到今天还是传奇 在1998年被盗棋队交易之后 野貌在接下来的10年转战了11支球队 然而这一段浪人生涯期 他还能在红袜队投出生涯第二场无安打比赛 几年后重返盗棋队 甚至连两季投出16胜 真是英雄 借阅这本一球入魂龙卷风野貌英雄向梦想至今 背负日本野球梦想席卷每日职棒的龙卷风传奇 一球入魂龙卷风野貌英雄 日本野球挑战大联盟的先驱者